一名男子手持球棒 对着千万蓝宝尖尼猛砸 前挡风玻璃一边砸完换另一边 接着四个车窗玻璃也不放过 拍摄影片的人边拍边下指导棋 男子砸车地点在高雄鸟松区一栋大楼住在地下室 他似乎不怕被发现 砸完车走人行径相当嚣张 当时停在旁边的白色轿车也受到波及 有刮痕与凹陷 警方寻现逮捕两名男子 两人公称是因为在餐厅酒后插状不满才去砸车 随着砸车影片被公开在网路上 这一步要价一千两百万的蓝宝尖尼 也引起外界关注 排气量接近四千cc 最大马力666匹 零到一百只需要3.3秒 名车被砸维修费也很惊人 因为它玻璃有雨珠感应 然后前车摄影的感应器 前后玻璃都非常的贵 至少都要40 一块都要40万起跳 光工资还有材料费 至少都应该会落在120万上下 值得关注的是 前一天车主在新绝章经营的服饰店也出事 黑色轿车以倒车的方式 连续两次冲撞服饰店 最后离开现场 事后只有门口的站板有毁损痕迹 不过一旁的早餐店摊位 则是被撞到扭曲变形 警方巡线逮捕两名男子 工程与业者有25万的载务纠纷 一连两天同一个被害人 店铺与千万爱车都被砸 是否另有引擎 警方还要再厘清 东三胸吴国珍在高雄的采访报道